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爱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N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 我是杨兆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一本是 陈玉贤的《红叶传》 另外一本呢 这是红叶先生 他在1952年 用英文写成 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 所出版的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 这是最新的中文翻译本 这两本书 都由年金出版公司刚刚出版 红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的他的生平的介绍 红叶福建侯观人 中国历史学家 哈佛燕金学社的创办人之一 学问有口皆碑 他主持编转四三经 以及其他重要古籍的尹德 尹德是index的翻译 也就是我们今天 一般称之为叫做所以 让没有烂读古书的人 也可以言辞有据 因为那是没有网络 没有搜寻工具的时代 所以你要在古书当中 去找到某一句话 真的其实非常的困难 有了尹德之后 这件事情就变得相对容易了 他创办了燕金学报 并且以哈佛燕金学社 尹德编撰处 主任编撰 哈佛燕金学社 尹德一共有64种 医生对于编撰中国古籍 尹德哈佛燕金学社的发展 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 1952年 他用英文写作的杜甫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由哈佛大学出版者出版 迄今仍被公认为 英语世界当中 关于杜甫研究最重要的著述 从这短短的一段介绍当中 我们就能够体会认知 红叶他的一生 和哈佛燕金学社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红叶撰里 也就特别讲到了 哈佛燕金学社 成立的经过 这里面有几个重要关键的人物 包括了曾经担任 美国驻华大使的斯图雷登 另外 红叶是如何摄入在其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 1928年正月一日 红叶写给 克劳福德加的信里面说 两年多前 哈佛和燕金联合筹办 结果得到了100万美金 可以用来促进 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 现在看来这个专款还会增多 会以哈佛燕金学社为名 在燕金方面 我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筹划 哈佛燕金学社 在1928年的1月 在美国麻州立案 托管会的成员 有三位哈佛大学的代表 另外也有三位燕金大学的代表 还有三位既不属哈佛 也不属于燕大的人 行政中心设在哈佛 但是主要活动在燕金 1928年1月5日 成立的章程表明 学社的目标 是进行及提供 有关中国文化 以及或者土耳其 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的 文化之研究讲习出版活动 聘请有适当 学术水准的中国人或西方人 从事相当于文理学院 研究院水准的探讨 与其教育工作 必要时会帮助学者进入此学舍 做适当的学术准备 资助中国别的高等学富 探讨发掘收集 以及保存文化和古代文物 或者资助博物馆 从事此类的工作 这个章程 语意含糊 颇具妥协的早狠 但大体来说 对于司徒雷登 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他跟同仁正设法 要建立一间一流的学府 因此燕京一举摇升 变成了国际汉学中心 哈佛燕京学社拨款 让燕京发展研究院 来训练其他大学的研究生 包括从哈佛送来 研究中国文史的学生 此外 燕京毕业生 要去哈佛深造 就开了方便大门 燕京除了分享到 Hor 也就是这个捐赠者 他遗产当中 拨给哈佛燕京学社的 450万美金之外 还另外负责管理一笔 180万的专款 用来资助其他的美国人 也就是基督教会 在中国所办的大学 这又助长了燕京大学的势力 燕京把握了这个机会 大放光彩 以后的几十年当中 由哈佛燕京学社 所训练出来的学人 得到这个学社的资助 而做研究或出版书籍 看护的学人 因为种种原因 和燕京有联系的学人 就形成了汉学界一张 最显赫的名单 哈佛燕京学社 新成立的时候 邀请了几位杰出的汉学家 到剑桥 担任咨询的工作 法国的汉学家 薄西克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哈佛燕京大学的校长 斯图雷登 另外就派了红叶 还有燕大的美国教授 博承光做代表 经过这灿烂的开端 哈佛方面活动不多 一直到一个俄国人 叫做叶里衰 他在三岭年代中叶 当社长 这件事情 在美国的部分 才略据规模 叶里衰他的祖上 是俄国的贵族 是第一个 东京大学毕业的西方人 这又是很特别的资历 后来他又移民到法国去 投身在薄熙河的门下 其实是透过薄熙河 所以他才会 跟这件事情发生关系 这个叶里衰 视野辽阔 长袖善舞 他担任哈佛燕金学社的社长 一直做到1956年 他的继任者 是曾经担任 美国驻日本大使的 Raischauer 賴士河 在他的手下 哈佛燕金学社 加入了日本研究 所以这是 哈佛燕金学社 在东方研究上面 为什么能够具备有 这么重要资历跟成就 主要的来历 红叶因为当年 在美国留学 他所参与的基督教会的活动 他认识了很多 后来在民国史上 大放异彩 大大有名 当然有名 有的是 Famous 也有的是 Notorious 这些人 但是他后来 选择的跟 大家都不太一样的路 进入到西方的汉学界 长期待在哈佛 以及哈佛的 燕金图书馆里 我们来看一下 他跟这些人的关系 正当红叶许多的朋友 在国民政府 官路高盛 清云池上的时候 红叶劝远离了他们 他有一次到南京 去看他的三地 红参 有一个朋友就说 当时在当财政部长的 孔祥熙 因为两个人 早早在美国就认识了 就怪他说 红叶到南京 怎么不来看我呢 红叶就说 我不去看 孔祥熙 是有好处的 你想想看 我去看他 他的办公室外面 一定坐满的人 他看到了我是老朋友 对他不利 对我也不利 人家看见了我 去看他 那么有视力的人 接下来 就会有人来请我写信 求这个求那个 麻烦极了 我的信来了 他没办法 不回吗 怕见怪 回吗 见几百人当中 也许能够用一两个 别的你怎么办呢 所以大家 用这种方式 省麻烦吧 红叶这个时候 他来往最频密的朋友 是一个 不肯在二十世纪 落根的人 这是一个金之古人 他的名字叫做 邓之成 他有个姨太太 谣传呢 还抽鸦片烟 他早年参加 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 但是在意识形态上 非常的保守 这个邓之成 博学多文 记忆力惊人 对于时事的年月日 如属加征 谈到金书 往往记得这一段 是在某一卷某一页 他后来呢 写了一部书 叫做 中华二千年史 邓之成 在北京大学 教书多年 20年代后期 因为北大经费短促 教职员的薪水一欠 常常就是好几个月 所以呢 比较有资源的 燕京大学 趁机会 就拉拢了不少 北大的教授 于是邓之成 也转到了燕京大学 邓之成 瞧不起留学生 说他们没有中国灵魂 他最讨厌胡适 曾经在课堂上 对学生说 喂 有一个从美国回来 叫胡适的 你们知不知道 接着就大大的摇头叹息说 这个人要不得 要不得 可是他这个态度 也许不完全是当真的 有人就问他说 那红叶呢 红叶也是留学生呢 你为什么老是跟他在一起呢 邓之成就说 红叶是例外 每个星期五的早上 邓之成就坐着自备的包车 到红叶的家来 他身穿长袍 手里面挂着拐杖 觉得自己是读书人的身份 虽然住的地方 离红叶的家 才五分钟的路程 他也不屑走路 在红家吃过了午饭之后 又跟红叶谈到吃晚饭之前 才走 他出生在云南 喜欢抽法国卷烟 成天咳嗽 红叶的长女 红矮莲 很讨厌她 跟女佣人 学了一个迷信的法治 说如果客人来了 想要她走 就把扫帚盗放 但是呢 不宁 这个人一直赖在他们家 红叶跟他交谈 倒是吸收了不少宝贵的学问 邓之成是在1960年去世的 他死了之后 红叶写了一首 叫做 哭邓之成文汝 文汝是邓之成的字 有这么几句 习贤未清许 时留更自正 树艳留学生 故我为例外 红家在 燕南园54号的住宅 是红叶自己设计的 他的书房 另外设了门户 以便来访的学生 不必经过客厅 客厅跟饭厅之间 有活动币 请客的时候拿下来 可以摆坐得下 二三十个人的餐桌 外面的园子 有一个亭子 亭前摘了两颗腾螺 每年五月 腾螺花盛开的时候 红叶跟邓之成 就请了一些 喜欢吟诗富句的老先生 一起来开 腾螺花会 饮酒作诗 延续着中国读书人 自古以来 所爱好的雅士 我们最后几会 到后来继续聊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千娜 台北的好声音 尽在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台北的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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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去收听杨兆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陈玉贤所写的《红叶传》 红叶在汉学上面 其中一个最大的成就 那就是他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底下 他曾经编过中国的古籍64种的影德 而在影德上面的成就 另外他替很多的影德都写了序 例如说他所写的《李济影德序》 赢得了法兰西学院的赞赏 荣获1937年度的 称之为叫做如连奖 不过很多学者却认为 《红叶春秋经传影德序》 这篇文章还更加的优异 这篇文章探讨春秋公养古粮左传的可靠性 出现了日期作者各个版本之间的关系 1937年7月 日本飞机轰炸北平西郊军营的时候 《红叶》正在写这篇文章 那几天炮声隆隆 《红家的房子》整天是颤抖着 玻璃窗不断地破裂 但是《红叶》他决意不去理会这些干扰 专心著作证实春秋的确是当时的始路 而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 因为春秋里面提到的37个日识当中 有30个根据现代天文学家所算出来是正确的 其他7个有3个如果不改年日而改月 也可以得到印证 有4个如果改年或者改日也可以得到印证 可见得春秋因为传操的时候也许有额误 但大体来说所记录的都是史实 一些清末名初的学者 则是经文学家他们所说 说春秋是东汉人 是流星未造的 当然用这种方式 他们的说法都被证明是错的 哈佛燕基学者影德编撰处出版的 唯一纯文艺的作品 这就显现出红叶的特殊之处 他的兴趣所在 那是杜施颖德杜甫的诗 这跟红叶自己的爱好有关 红叶14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给了他一本《杜施禁权》 告诉他 不但杜甫如何作诗是可以学应该学 杜甫如何作人也是可以学的 红叶当时虽然依照父亲的意思 把杜甫前后1400多首诗 以及30多篇文逐一地读完了 但是始终都觉得很难懂 不像李白或者是白居易 那么样的有趣 父亲就跟他说 读李白读白居易 像吃荔枝吃香蕉 谁都立刻就能够欣赏它的香味 但读杜甫的诗好像吃橄榄 嚼冰朗 时间越长越好 越咀嚼越有味 红叶到了30岁出头 度过洋回国教书的时候 觉得自己对于人事的酸甜苦辣 尝得多了 就对于杜施有了新的领会 他去买书的时候 慢慢会搜罗杜甫诗的 各种不同的版本 也发现了不少版本 跟文字上的问题 一般度诗编排的先后 也有问题 诗句的注解 更有不少的问题 这个度诗尹德的常序 当然是红叶自己写的 解决了很多上述的问题 他认为自己研究杜甫 这个时候火候够了 第一 得利于钱千亿等人 前人的努力 第二 掌握了尹德图表等工具 第三 参阅过日法英美德意 学者的翻译讨论 这些外国学人 虽然因为语言的隔阂 常犯可笑的错误 但也因为不受 中国传统思想的拘束 常常可以有新的启发 红叶不断地研究度诗 所以就在后来用英文 写了一本 杜甫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他的中文翻译本 刚刚也才从 年纪出版公司出版 这本书是哈佛大学 在1952年出版 这本书就变成了一本 权威性的著作 对杜甫的生平 有很多的新发现 对杜施 也提供了很多的新的见解 另外对于 唐玄宗 术宗 代宗 这既辉煌灿烂 又富有悲剧性的时代 是从西元712年 到西元780年 也做了细腻的分析 红叶在序里面 对读者抱歉说 自己的英文不够好 但是评者都说 他的诗 译得很传神 红叶这个时候 不但酷爱杜施 而且是杜甫为师圣 他在1962年 写了一篇长文 《我如何写杜甫》 里面说 所谓师圣 指的是一个智人 有智文 以发表智情 以后遇到古今中外 任何人对于杜甫的为人 或者是为政 有所诟病的时候 红叶都会为之 愤愤不平 素来评论事情 非常中肯的他 在这一点上 就跟其他事情上 很不一样 红叶为什么 总是那么激烈地 维护杜甫呢 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杜甫无可否认 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他具有高尚的情操 也无可一意 但他到底是一个 心态复杂的人 不可能是毫无瑕疵的 我们对于红叶 自己的生平 有了点认识之后 也许可以做一个 大短的推测 红叶很可能在 潜意识底下 把杜甫 跟他的父亲 红西 比照认同了 红西的人生观 他对人对物的态度 可以说 和红叶比下的杜甫 很接近 两个人 都可以说是 典型的儒学者 杜甫比红西 财气要高得多 这不用说 红西 一定比杜甫 更切实际 红西的遭遇 和杜甫 也有相似之处 幼年的时候 就失去了父亲 在考场 累积了很多的挫折 后来得到了 补官的资格 有官做的时候 战战兢兢 没有官做的时候 颠沛流离 品病交加 至于他们的理想 跟周围的政治环境 不时形成明显的对比 增加了他们心头的压力 和不安 这是历来为朝廷效忠的小官 共同的命运 红叶心目中 对杜甫跟他的父亲 认同的程度 可以从他这篇 我怎么写杜甫的一段 看得出来 这段说 杜甫在诗题当中 提到他中文中武 这两个儿子 早年诗里面 提到记子 疼爱得很 晚年也有特别 送给中武的诗 普洛 奖赏之意 那特别给中文的诗 只有一首 是催他 赶快起击诈 自两宋以来的学者 除了一个以外之外 都一口同声说 记子是中武的小民 因为他聪明好学 杜甫特别爱他 中文不成才 哥哥 杜甫呢 不免失望 关于这一点 我在启示念当中 没想到就觉得 不对劲 不愉快 先父对于诸儿 一视同仁 向无偏爱地表示 在我十五六岁以后 他老人家 有时候还跟我商量 他应该要如何作文 应该要如何作官 他不让我妄想 他只爱我过于诸地 只因为我是长子 已经过了无相之年 随好围漏气重之一 给我以莫大的鼓励 我常想这是做父亲 最好的榜样 那杜甫呢 他竟然不爱长子 偏爱赤子 未免为圣德之累 但是一直等到我翻译 《德加书》那首诗 展开各自彼此彼堪之时 才发现 丑赵敖 也就是写 杜师进权的重要的诠释者 在他的注文当中 还附带了一句 胡夏克曰 记当是中文 熊当是中物 记得我跳起大叫 这说法正对 可以破千古之祸 杜甫在凤翔才得家书 熊儿性无恙 记子最连渠 熊儿当然是上一年 高丘杨夫人所生的中物 而比他大约三岁的哥哥中文 最疼爱这娃娃弟弟 这是很自然的解释 中文是记子 可见杜甫并不成偏爱赤子 不爱长子 这样一想 好像多年的顾及 一旦消除痛快得很 我们可以用心理分析的眼光 来看这段文章 就会觉得 红叶的潜意识 在这里作祟的痕迹重重 他本来以为杜甫偏爱赤子 不爱长子 几十年来 竟然想到这一点 就哲觉不快 后来发现 杜甫爱的其实是长子 就跳起大叫 好像多年顾及 一旦消除 真痛快得很 为什么这件事 对红叶来说 他的感情负荷 这么样的重呢 当然就是 他潜意识当中 把杜甫当成了 他的爸爸红西 把杜甫的长子 乃就连带 变成了自己 把杜甫的赤子 当作他的弟弟红端 要不然 在这样一篇 讨论学术的文章里 突然提到自己的父亲 还有自己跟弟弟的情感关系 这就无怪乎 任何对于杜甫的批评 都会被红叶 视为是个人的攻击 在红叶传这本书里 由云石所写的一篇文章 作为附录 标题是 顾杰刚 红叶 与中国现代史学 在云石的判断当中 他说 红叶 顾杰刚 两位先生 恰好代表了 五四以来 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主流 那就是史料的整理工作 在这一方面 他们的业绩 都是非常辉煌的 以世俗的名声而言 顾杰刚 大于红叶 古史变 这三个字 早就已经成为 中国知识文化界的口头惨了 但以实际的成就而论 那红叶 绝不逊于顾杰刚 红叶三十岁以后 才专持中国史 起步比顾杰刚要来得晚 然而顾杰刚由于早年 突然之间报得大名 反而没有时间 去做沉浅的功夫 所以得失之计 正为一言 最后三十多年间 他们两个人的学术生命 尤其相差得很远 顾杰刚受到了 政治环境的影响太大 许多研究计划 都没办法如期地实现 例如说 上书艺术的工作 在古史变的时代 就已经开始了 六零年代 在历史研究上 旭有新作 但全书没有玩篇 所以就最后的三十年而言 顾杰刚的成绩 不但赶不上 古史变的时代 而且也不能够 和抗日战争的期间相比 那相对的 1946年到1980年 红叶发表了许多 分量很重的学术论作 包括英文的专著 刚刚提到的杜甫 英文的论文 有黄尊县 把美国留学生赶赴异著 钱大兴 用原始诗三首异著 中文的论文 比较重要的 包括破釜 再论成绽 尾玄 再说西金杂技 等等 所有读过 红先生论著的人 都不能不经浮于 他那种一丝不苟 言必有据的 朴实学风 他的每一个论断 都像杜甫的诗句一样 做到了 所谓 五一次 五来历的境地 这是云石 对于红叶的 简短的评断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看一下 红叶传 附录的这篇文章 比较完整的说法 这是 让我们能够认识 这样一个 独特的学者 他在生命当中 独特的选择的 一本重要的书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红叶传 感谢您的收听 下个礼拜一 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